如果是一个很爱生气的人 要好好的去省思 你不应该这样省计 很傲慢的人要省思 不应该就很傲慢 其实我每个人应该来说 都了解自己 自己的那种死穴在哪里 自己那种最大的不足在那里 缺点在那里 自己的脾气是什么 自己的习气是什么 每个人都清楚 你经常表现出来的那些 而你经常表现出来的那些习气 那些不良的习惯 不良的行为 爱赌博 爱打麻将 爱说骗话 爱喝酒等等 这些我们要知道 很可能因为这种习气 会使我们堕落 会使我们失去人生 那如果你想要保证 或者说让自己的未来更有保证的话 你必须得先改正掉 这些不良的习气 这些拉您后腿 这种往下坠的力量 如果我们自己不够强 我们就会被这些习气 被这些恶习不断地往下 拉 因为他们的力量就是往地狱 往畜生 往恶鬼 下面拉的 那你自己又没有抗衡的力量 而且随之他 随随之他 我们就会堕落 而且佛陀曾经说过一句话 当一个人 他在生起烦恼的时候 就如果他在生起烦恼 那一刻死去的话 他就像一个人 被一个力士丢 丢下去 让扔到地狱里面去 扔到恶趣里面去 所以对这种恶习 这种不良的行为 我们改改的要改 因为这些 当我们在做了之后 或者比如说 一旦陷入自己的恶习 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 这些会让我们失去人生 这些会让我们多了恶趣 我们就要阻止他 要停止他 不能让他继续下去 就要回答你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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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操却南